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问 日本人 韩国人 我都羞于回答 因为我不能说我是日本人 也不能说我是韩国人 但是我也不愿意说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呢 我跟大部分中国人不同 中国人普遍呢 是没有责任性的 不爱自由的 不愿意尽公民责任的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不好的 是一个蔑视性的称呼 而且中国呢 也不是一个国家 我为什么现在不称自己是中国人呢 很简单 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监狱 你不能说因为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头 你就说自己是监狱人 比如说我曾经被关押在同营监狱 我不能说我是同营监狱人 我曾经被关押在伯母看守所 我不能说自己是奔布看守所人 对吧 就是说呢 我总要说一个我自己认可的一个名称 所以呢 我最后呢 想来想去呢 我认为我是匈奴人 因为根据我的这个考证呢 匈奴呢 人的分布实际上很广泛 自古以来匈奴就是欧亚大草原的主人 最西边的大家知道匈牙利人 他们也是匈牙利人的后裔 还有北边的芬兰人 他们的祖先其实也是匈奴人 还有这个印度有的邦有的民族 也是匈奴人的后裔 至于蒙古人和满洲人 更是公认的匈奴人 他们的祖先都是匈奴人 这也就意味着 印第安人的祖先也是匈奴人 然后呢 就是至少有匈奴血统 然后呢 日本有一部分人实际上也是匈奴人 日本人就是匈奴人 跟这个马来人混合的 就是日本你别看它这个地方不大 但是呢 它从南到北也是绵延一千多公里 然后呢 它的人种也很复杂 南方的沿海的马来人比较多 北方的匈奴人比较多 当然 日本的民族高度上也有韩国人 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 这个主乡山东人 也不能说他们是中国人 因为我认为中国呢 已经快要分成分裂成很多国家了 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 这是中国的趋势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把这个张力事业这个频道的名称 改成了匈奴人 我认为这样才名正言顺 匈奴人呢 就说如果我写张力事业 别让我误以为我是一个汉人 我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汉人 匈奴人在中国的分布呢 据我的这个粗略的这个观察 长江一百呢 应该说 而不 黄河一百呢 匈奴人呢 应该占到三分之二 他们名义上是被冠以中国人 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属于匈奴人 属于蒙古人 因为蒙古人呢 是匈奴人的后裔 然后呢 还有三分 这个 至于长江与黄河之间呢 匈奴血统大概要占到三分之一 至于这个长江以南 因为地理情况比较复杂 像无论从这个浙江还是到福建 到广东 广西 还有西南 都是山区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 不像平原地带 这个交通比较 相对比较容易 这个 就是各个地方的人的交流 比较方便 然后血统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南方呢 你只能成为他 越人啊 或者这个米人啊 或者各个地方的人 匈奴人呢 一般来说认为呢 也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 这个共同的族群 因为匈奴论它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 它靠近欧洲的地方呢 一般来说是白人血统占优士 靠近东亚的地方呢 就是属于这个黄左人 所以说呢 匈奴人呢 既是突厥人的祖先 也是蒙古人的祖先 这个呢 都是经过大部分 历史学家所认可的 而且呢 基因遗传呢 也证实了这一点 就是说呢 北方的中国人 其实呢 多半都是匈奴人 匈奴人跟汉人不一样 汉人呢 因为呢 自古以来被当成农历 都依附在土地上 被当成牛马一样来对待 当成韭菜一样来定期收割 所以汉人已经生化成了这个生人 但是匈奴人呢 因为他骑得马上 匈奴人爱马 就像我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接近 我几乎呢 每一块钱 我都恨不得分成两半来花 我买水果 一般都是买一块钱一包的水果 都是那个 就是有一点烂 但是呢 其实很好吃的水果 再加上呢 像我的牙齿不是很好 我喜欢吃那些熟透了的水果 熟透了的水果 一般来说 只有有一点点腐烂的时候才好 你比如说哈米瓜 哈米瓜其实最好吃的哈米瓜呢 不是那种看起来完整的 很好的哈米瓜 是那种一块钱一个 或者两块钱一个的 已经烂了一点点的那个哈米瓜 就表皮烂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它不影响这个食用 而且呢 吃起来呢 比那个一点也烂得更甜 这是我二十年前呢 在北京呢 跟一个新疆人学的绝招 他就跟我说 我们吃哈米瓜 都要吃有一点点烂的那个最甜 所以我到美国 我发现呢 美国的商家超市 喜欢把烂了一点点的 这个哈米瓜 摆在门口 写上一块钱 两块钱一个 我经常买他们吃 还有这个葡萄 一般来说呢 有几个腐烂的 实际上就意味着整个这个葡萄 已经熟透了 它互相不影响 葡萄就是一个两个烂的 一般来说 对其他葡萄 它没什么影响 吃起来呢 就是说它的甜度更高 酸度更少 相对来说呢 我喜欢甜度更高 甜度更纯的水果 而不喜欢那种带有青色味道的水果 所以呢 这样呢 我既节约了钱 又符合自己的口味 买衣服呢 我在美国买的最贵的一只糊 是六块钱 我一般都到超市里去买 那个不不到那个教堂去买衣服 很多教堂呢 还有一个服务之间 都是一些教友捐献的衣服 比如说领带只要一块钱 然后上衣呢 只要两块钱 裤子也就两块钱 然后西装呢 大概是四块钱 然后大衣呢 最贵的一件大衣大睡衣 是六块钱 我也是我在教友买的 后来呢 我又 我曾经介绍很多朋友去教堂 因为法拉圣有一个大教堂 主立在法拉圣镇的中心 那个大教堂 那个地下室 每星期三和星期六呢 中午会在十一点钟到三点钟 买个这个服装 其实呢 有很多服装还是很好的 而我现在最体验的两套西装 就成套的西装 是一分钱都没花 是我在最近附近的一个黑人教堂 去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去领的 因为感恩节那个地方呢 他写的一个通告 他说所有附近的居民 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吃东西 领衣服 都是教组捐献的衣服 我去了以后呢 发现了有很多西服 无人认理 因为黑人不太喜欢穿西服 穿西服呢 比较正式 就是说他领带呀 穿得正正气气的呀 好像不是那么自由 不是那么自然 所以黑人一般都喜欢穿着运动装 或者很随意的服装 就是让身体有更大 这个活动幅度的 就自然的随和的服装 结果呢 其他的衣服呢 黑人都去挑挑尖尖 但是唯独呢 那边挂着很多西服的那个地方 无论问题 我到那一看 我有两套西服 非常适合我的身材 就是说无论 因为我买衣服 脖子不太好买 就是说我的体型 跟很多人的体型不太一样 脖子比较粗 然后呢 这个肩膀不太宽 但是呢 有稍微 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体型的 跟一般人有点差别 上身又比较长 所以说挑西服的时候 很难挑到合身的西服 那天挑到了 不管是上衣 这个西服上衣 还是裤子 都非常合乎我的身材 而且挑了两套 那现在是我 最有价值的这个两套 能够出去喝茶 喝咖啡 或者去出席 寺庙场合的时候 买的衣服 那个穿的衣服 非常方便 但是呢 我在美国最大的一个花费呢 就是有一辆车 为了学这个驾照呢 我花 我先后这个 考了四次 也就等于说 学了四次 在驾校学了四次 考了四次 就光这个学费 都交了1500美金 我的天哪 简直让我心疼死了 然后呢 这个保险 买一个车的保险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车学者的保险 都三千多 我后来跑了 找了好几个朋友帮忙 跑了好几家保险公司 最后再买了一个 1800块钱一年的 这个保险费 然后自从这个 差不多九月份开车以来 到现在 总共吃了四张罚单 美国的法律 可严厉了 什么东西都给你记载在案 你哪一次不小心 闯了黄灯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开我的车 闯了一只红灯 也有罚款记录 然后接着呢 我自己不小心的时候呢 看在无人的这个 高速公路上 速度稍微高一点 运气不好 我看别人都 高速都没事 结果我是高速一点 这样碰到有个警察 他就把我拦住了 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 就是不可以这个超速 真的不知道 没有人告诉我 结果那个警察给我 发了一辆法杂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 佛罗斯 所以暴力驾驶 而且呢 还要吊销我的驾驶 至少两个月 我心里面难受的钥匙 因为还要罚钱 中间有一次停车呢 就是停留 它那个居公共汽车近一点 我看前面有车 后面有车 我心想中间停的没事 结果又是给人家 把警察把车拖走了 就是一去看车没了 当时脑袋都闷了 到处打电话 我这个诉苦呢 就是说呢 我唯一在美国以后 我现在在美国 划的这个 在一辆车 这个车呢 还是朋友 谭仁俊送给我 他没要钱 他说这个车价值 一千到一千五百块 但是呢 他说考虑到我刚来 他说就送给你就算了 这个车呢 以前宁肯华也开过半年 他太太开过半年 车工还不错 虽然是200年的这个宏达 但是呢 基本性呢 虽然坑坑歪歪的 被我开了以后呢 又被人家撞了好几次 撞得坑坑歪歪的 到处都处 但是我仍然很爱惜的 把它当成宝贝一样 为什么呢 就是我生活当中 花费最大的一期 花费就是这辆车 因为我觉得这个 有辆车就有了自由 比如说我想到 去上周去看看这个花费 到谷地去看看 洛克菲勒的庄园 或者我想去看看 西点军校 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呢 都要驾车 到纽约的周边的景点 去看一下 如果坐车去这些地方 是很要命的 来回可能要 坐车都要五六个小时 就是你都没有 足够的心情和时间 来观赏检设了 开车去呢 基本上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最多一个半小时 就可以搞定 然后你可以尽情地 重览那些检设 或者参观的一个西点军校博物馆 或者看一些 很多的冷泉镇等等 这著名的小镇 我都看了不少 参观了不少 也是一个布朗克斯 就是靠近 这个纽约北部上周的地方 我也到过阿尔巴尼 到过很多地方 有了一辆车 我感觉到有一辆 具有了自由 每个星期呢 我都至少要驾车 两次出行 然后出去到附近来 去转一转 当我坐在车里的时候 薄揽 特别是穿过马哈顿的时候 每次大部分情况 都会穿过马哈顿 我就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 觉得自己像在骤马奔驰一样 所以呢 我为什么最终认定 自己是凶浓人呢 因为我热爱自由 我如果是古代的人的话 我是无论如何 要有一匹马的 哪怕我只有100块钱 我会只有 用1块钱来食物 然后拿99块钱 去买一匹马 因为有了马就有了自由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有马就有自由 这是我对中国历史的总结 因为在人类 世界各地的人都坚持 就世界各地的平民 农民都坚持要有马 都有要马的权利 你比如说芬兰人 家家户户他都有马 因为他们是匈奴人后裔 匈奴利人也是家家户户都有马 因为他们呢 坚持要有马 他们也是匈奴人后裔 当然印第安人早期不知道有马 像北美一旦拥有了以后呢 他们就把马看得 是最重要的财产 最重要的财富 同样这个 所有的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 都是日爱马 即使农业民族 他也爱马 实际上世界各地 就包括英国人爱马 那是众所周知的 英国人在世界开地的马场 英国的这个 那个马术师 都是世界文明 英国的棋师 更是世界一流 美国人 你看那个加拿大的这个警察 就叫棋警 就是骑马的警察 美国呢 常常在接加拿大 都会出动 骑警骑着高度大马 有马就有自由 有马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 而是一个民主的自由 因为一个民主 有了马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没有残酷的暴政 因为假如有残酷的暴政的话 一家人骑着马 他就可以逃跑了 他跑上一夜 第二天 谁也不知道 他到哪里去了 也没办法来追求他 所以有马就等于有自由 所以呢 世界各地的人 因为有马 就拥有自由 因为人呢 靠两条腿你是跑不远的 两条腿你跑得 姜老师话 还没有牛跑得快 跟牛的速度是一样 你跑得很慢的 就是说是没有自由的 你就等于被拴在土地上 跟牛一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 形容中国人是圣人呢 我绝无侮辱中国人的意思 而是指中国人 长期以来 两千年来 因为没有马 被剥夺了羊马的权利 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 而能为了农民 如果要是 你在监狱里坐几年 你可以说中国是个大监狱 坐了几年 你被称为囚徒 如果你要是 几代人都被农医的话 你也可以被称为农历 但是问题是 中国人已经被农医了 两千年 甚至更久 所以只能被称为 生人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被驯化了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概念 都完全被 也就是说 做牛做马 两千年 导致了现在的这种悲惨 这种状况 这种介于人和牛之间的这种状况 当然了 大家知道 这个 生人其实不是侮辱 大家都知道 生 实际上本质上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指牺牲 牺牲呢 就是指献身 古代呢 就是说 寄献给鬼神的 那种祭物 认为是 所以是一种献祭 第二个 生的意思呢 就是指牛 大家你要注意看的话 这个生呢 实际上也就是 牛着旁放一个生 实际上就是活牛 这个指根呢 就是人类的血牛 因为牛呢 在人类的生活中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自古以来耿地 牛呢 尤其在中国 在印度呢 是扮演着一个 主要的劳动角色 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呢 都是马 马呢 它既可以骑起来快跑 它又可以耿地 实际上马的动力 不亚于牛 而且它吃的那比牛 还要节省一点 而且它所占的空间 也少一点 马更机灵 更聪明 但是呢 中国呢 它由于这个农历组 或者说统治者呢 它希望农民 都像韭菜一样 种在地上 所以说呢 它就是让农民 不拥有马 所以它就鼓励 农民想牛 而不是羊马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无论是中国 美国都有牛人 这个称号 美国的牛人是什么呢 就像特朗普 特朗普早在 四十岁的时候 就被称为牛人 因为我记得三十年前 我就听到 我就看到一些报道 二十年前 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说美国牛人特朗普 就特朗普这一类的 被称为牛人 所谓牛人就是什么呢 你看 现在很多人就以为 他不仅仅是一个 美国总统 甚至是一个 受到这个 众议院弹劾的总统 但是人们 常常会忘记 他的其他角色 首先 他是一个地产商 他是美国 他也是实际上 最知名的地产商之一 他靠地产赚了 几十亿美元 所以说呢 他应该是 是一个文明下压的地产商 这边被称为牛人 并不例外吧 在中国这样的牛人 这样的地产商 被称为牛人 也不奇怪 中国的地产商 中国的那个很多人 像张艺谋 被称为牛人 像这个马云 也曾经被称为牛人 然后呢 像这个王氏 也被称为牛人 特朗普就凭 他的地产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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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就 就可以被称为牛人 同时呢 他还是一个 电视台主持人 而且他的主持人 身价格不低 一亿美元 全中国还没有一个 主持人能达到 特朗普这个级别 可以说望尘目击 像他这样级别的 这个主持人 在全世界都不超过 十个 一年轻轻松松的 就拿个话筒 就能赚上一亿美元 而且都是用业余时间 去做的 因为他主要的时间 还是在干别的 所以你说牛不吊 所以他被称为牛人 他还有一个地方牛的 他还是一个 畅销售作家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一个 全世界的作家 可以说是 数以百万级 但是很少 有人能写出畅销售 畅销售作家 只占其中的 大概不到百分之一 而且呢 一个人一生当中 一个作家一生当中 只要写一本畅销售 那么你就吃喝不出了 你的生活就有了保障 就不用像大部分作家那样 像我们那样 辛辛苦苦地 给这个报纸写稿子 写一篇只能挣个五十块钱 类似了 实际上作家 是很贫困的一个行业 以前小时候 觉得报纸上 看到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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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特朗普就不同了 他能写出16本畅销书 全世界能够写出16本畅销书的 就我所知 大概就是写哈利波特 那个罗里 英国作家罗里 其他我还真不知道 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写出16本畅销书 这还得了啊 所以你说他牛不了 然后除了刚才我说的 在三个领域里牛之外 然后他又竞选 在七十岁的时候 有些跟老太国歇拉里 两个七十岁的男女 斗来斗去 最后特朗普终于成为美国总统 你说他牛不牛 因为在美国你竞选总统 你需要资历的 特朗普刚刚竞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就是说 他是两党都不看好的 共和党内有16个敌人 包括布什两任 布什总统都攻击他都抨击他 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共和党的干部 他从来没有一点质地 就是你连个党支书都没干过 你也没干过总支书 也没当过党委书记 你任何官员都没干过 然后你突然就是要来代表我们共和党了 就像现在你有人杀到这个 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 从来没有加入过活动的 他说现在我代表民进党参选 那些民进党大佬 都会不以为的 就像现在中国 你突然有个人说 我代表这个共产党来竞选这个中国主席 你不开玩笑吗 所有的人都会用嘲笑的目光来看着你 同时呢 公安机关开始准备收集你的这个罪声 然后抓你 因为他们认为你根本就没有 你自在搞笑没有资格 特朗普也是这样的 他是突破了这个两个党 美国两大党的层层阻击 最后获得了这个 这个才获得提名 才获得当选 所以他无论多方面 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牛人 当然呢 用牛人来重复中国人不太合适 因为中国人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牛的地方 我用僧人呢 其实呢 就反映了就是说呢 他们的更多的悲悯意味 就是形容他们的悲惨遭遇 就是因为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我的这个总结呢 就是因为呢 他们第一呢 他们失去了马 第二 还没有机会坐船 海边的人没有机会坐船 因为明朝的海境 中国历导的海境都很严厉的 像明朝 你必须居住在历海边 五十公里 五十里以上 距离五十里以内的 一里格杀无乱 所以海边以前在明朝 是不准住人的 然后呢 长城呢 他也是一个监狱为强 长城的中国人 常常把他在里面治好 这就是更荒唐了 所以中国人呢 他就是中国一个大监狱 所以当你承认 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 你简直就在那里说 我是中国大监狱的人 我的天哪 这太悲愁了 你怎么能承认自己 是一个大监狱的人 不能因为你曾经出生在那里 曾经被关押在那里 你就属于监狱 你就永远属于监狱 你的思想 你的感情 你的生命 你的所有美好的一切 你怎么能给他归属于一个大监狱呢 中国就是这样 地理到了这个大监狱 所以说呢 我正式呢 我在推荡正式宣告 我从今以后不再是中国人 谁以后再敢污蔑我是中国人 我跟你急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凶农人 OK 我是反主归宗的凶农人 因为凶农人热爱自由 凶农人是宁时也要有一匹马 有了马 至少可以逃亡 而汉人没有马 最后只能被农化 农化 农化 农化到2000年 落到现在这种程度 甚至很多人都不敢逃跑 就像那个1960年大饥荒那时候 几千万人 当然也有被 很多是被共产党 明明看在家里 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马 马到最后至少还可以成为你的食物 中国农民一无所有 走又走不动 附近的城庄都是封锁的 所以只能在家里等死 很多人来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就像韭菜一样 韭菜实际上比生人的级别更低 因为韭菜是植物 生人呢 也就是说强调呢 它是被驯化了 被阉割了的 大家都知道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在地球上的生命 地球有万千种生命 只有两个群体是被这个阉割的 一个呢 就是身口 第二个就是中国人 因为世界任何群体都不能够容忍 残忍的计划生育 什么 你把我老婆拿去阉割了吗 你 你简直想找死了 这就跟你拼了 也就是说呢 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都没有猖狂到 残忍到 胆敢 阉割他统治的层民 因为他没有这个胆量 就是他知道 只要他那样做 他的层民必然会反抗 他自己和一家人 就会死无上升之地 只有在中国 统治者若无其事的 邓小平在打着敲牌的时候 就跟几个人商量了 说你看中国人这么多 怎么办 我看最好都给他阉割了吧 只准生一个孩子 生完了就跟那个 生过朋友生过一样 我们都把他阉割了 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生很多孩子了 OK 就这样推行了四十年 而且有四亿中国 至少四亿中国因而被堕胎 实际上我们想象 不只是 远远不止四亿 八亿都不止 应该说这么多 即使四十年来被堕胎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强迫生育 这简直太荒唐了 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也好 没有马政策也好 中国人就丧失了自由也好 都是中国人苦难的 根本根源 失去自由的 因为失去自由 你就不再是个人了 对不对 野兽都有自由啊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那山里面奔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各种野兔 野狗 野狼 或者狐狸 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 它都享有自由啊 有自由的生命才有快乐 被驯化的生命 是悲催的 尤其是人 因为人跟自然界所有的动物还不一样 人有灵性 有智慧 人有创造力 但是你一旦被剥夺了自由 你就没有创造力了 你就没有想象能力了 因为你像牛一样 一天到晚得拉车 主人会耗尽你的生命 你像现在的中国农民工 不就像牛一样吗 每天在那干活 干12个小时 回家以后洗洗碎 吃点东西就洗洗碎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又周福一致的干活 他们的一生不就像牛拉车一样吗 就像过去的老驴拉车一样吗 就像网络上有一句漫画 就像一个驴子在原地拉车转 现在呢 你给他放到这个国外了 把他眼上的那个门眼的红布 因为以前那个驴子 拉力的时候 必须掩上门红布 不拉红布的话 他会发疯 他会急躁 他会绝食 他会抗议 要想让他就是拉墨 推面的话 你就得 就磨面的话 你必须要把他的眼睛门上 但是呢 中国人放到海外呢 你可以打量 我们在美国 在纽约都能看到 打量了数以十万级的这个中国人 现在他不再让他拉驴子 像国内那样拉驴子了 眼上的布也给他弄掉了 但是呢 他不知所说 还在那边 你赚钱一圈又一圈 从早到晚 还是去打工 有的打量分工 有的甚至打三分工 拼命地挣钱 然后再去吃喝嫖毒臭 这样的生命是没意义的 没意思的 所以呢 我现在就 宣布了 就是自己再也不是中国人 因为我词语 与他们没有 我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他们是中国监狱人 我不是监狱人 我不是中国监狱人 我是自由人 我是凶农人 我就是不晓你 我是 não 我也不晓你 我不是中国监狱人 我不是中国监狱人 没了 我开心 就是中国监狱人 就是冠状 我个月监狱人 有事